那有的触法说的话 桂花难养吗 桂花不难养 首先你说温度低吧 我们这边的温度算是很低了 这个棚的话有零下几度 零下三五度那个样子 会冻伤吗 会 它冻伤的都是一些 新长出来的那种嫩尖尖 你看其他的都没问题 盆栽的话 最低温度那么几天 再个零下两三度三五度 那个问题不大 你像福建那种地区 你盆栽放室外 一年到头没问题 明白了吗 这就是这么个事 光照 其实说白了 桂花养得好不好 就把握住两个核心点 一个是光 一个是屎 就是大粪 你像桂花的话 你想让它长得好 这是离不开粪的 你明白吗 桂花最喜欢的就是粪了 你像在农村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一个化粪池 或者是你村附近有个化粪池 你往那里边弄上几桶 那个化粪池里面的水 你兑水去浇桂花会长得特别好 明白吗 还有一个点就是光照 一定要有光照 如果你没有光照 如果说你没有粪 你放心 臭宝 你桂花绝对养不好 你信吗 有的话说老阿姨 我虽然说我没有这两种东西 但怎么努力 是啊 有很多可以取代的呀 你可以用凡分水 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东西 它主要是调节土耳酸碾度 然后给它补肥料 对吧 桂花比较能吃 比较爱开花 所以说呢 你记住这两个核心点 一个是光 一个是粪 或者是凡分水这种东西 然后我没有粪 我会怎么着 我没这个也没用粪 然后呢 这个是老叶子就逐渐的开始 你看 这种胶边 看到没 这是我们搞测试的 我们用井水用的比较多嘛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开始慢慢地去做改善 要去做一下修剪 重新给它改善一下 别说你了 我们自己养的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这是老花衣把自己 吃过的亏给你分享 明白了吗 浇水在一块 我都不想去 老实说了 你像我们用盆的话 排水透气 用土的话 也是排水透气 你不知道哪种排水透气 你就买老花衣的 你看我们的根系长的 已经长出来了对吧 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 你可以用紫砂盆 也可以掺点砂土对吧 要不你就找老花衣买 光照一定要给足 别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修剪 你想怎么剪怎么剪 不剪就不剪 其他没什么 你给上肥料 给上光照 它就一直开 温度只要在零度以上 就没问题 盆栽地栽都可以 你要是说在山东地区地栽的话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 你给它稍微盖一盖 那也能过得去 也有一定的月中能力 这有啥 好氧啊 你养不好 你想想是不是没有粪 是不是没有翻飞水 绝不说 今天点要关注 一篇关于桂花的事 希望大家都能年年闻到桂花销 我是老花衣 眼花吃得一 白了臭吧 嗨 嘿嘿 嘿嘿